使徒保罗在花了十一章 谈到了我们当性的内容 之后呢 又谈到了 从十二章开始 谈到了我们当今的本分 在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 这个信仰告白或者教理问答 其中有一个叫海德堡要理问答 大家如果读那个海德堡要理问答 除了这种序论性的人生的 最大的安慰是什么 之后呢 他就分了两个部分 谈到了就是我们当信的 和我们当今的本分 前半部分我们信什么 使徒信经啊等等 然后后半部分 我们当今的本分是什么 谈到了实际啊 诸道文等等 所以那使徒保罗这样的传统呢 其实不是没有根据的 特别是从使徒保罗的 这个书信里面 罗马书一副所等等 我们都看到了这样的结构 前半部分谈到福音性的 教义性的 理论性的根基 或者说伦理的根基 我们基督徒当今怎么样的本分呢 基础是什么 是福音 是恩典 所以一章到十一章讲到了 我们在基督里所蒙受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 然后十二节到往后呢 就谈到了我们基督徒当在神的面前 当今的本分如何 当生活的伦理如何 那这个结构呢 我们在十节的结构里面也可以看到 十节一节到二节谈到了 出埃及记二十章 一节到二节谈到了 我耶和华是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 然后三节开始 这个二节开始说到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啊 所以他先谈到这种命令的基础 伦理的基础 我们当对神经的本分 一节到四节 然后五节到十节呢 就谈到了我们对灵舍 其实垂直也好 水平也好 都是我们当今的本分 向着神 向着人当今的本分 而这个基础呢 就是基于上帝把我们从埃及 为奴之家 拯救释放出来 这样的救赎的恩典 所以救恩的基础 是我们行事的原动力 是我们过感恩的生活的根基 所以十节里面 其实已经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伦理 基督教的精髓 就是恩典 以恩典为基础的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保罗 在十二章开始 我们前面谈到了什么 一个序论性的 全然奉献的 以上帝为中心的这种生活 包括不效法 这个世界心意更新 才能够查验何为神 善良传全科学的旨意 后面我们又谈到了 在教会共同体里面 如何适当的 恰当的去自我评价 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看得合乎中道 然后还提到了肢体当中 就像肢体当中的各个器官 各个功能一样 彼此要协调配搭 共同建立一个身体 然后后来我们又谈到了 爱人不可虚假 恶要厌恶 善要亲近 然后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这里面谈到了爱的生活的时候 可能侧重点 强调弟兄姊妹之间 如何彼此尊重 彼此恭敬 彼此亲让 彼此亲热 然后十一节呢 相比人与人之间呢 当然也包括 更强调我们应该如何侍奉神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似乎是两句话 实际上是有连贯的 和俄本圣经翻译是 隐情不可懒惰 那我们参考这个 希腊文的这个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这样的内容 这里面隐情不可懒惰 希腊文原文里面 我们如果看到话 这个主词呢 是 Oken Oken Roi 就是 不要懒散 然后语格呢 是前面的 He Spude 就是 热气 那语格是热气 也就是说 不要懒散了你们的热气 或者是热情 然后后面说 要心灵火热 常常服侍主 实际上这里面 也是出现了一个 说服侍主 服侍主是 一个主格式的 这样的一个 分词短语 然后后面 前面说热心 但是这里面 我们看到 这个要心灵火热 原文里面 直译的意思是 被圣灵感情激动 也就是说 被圣灵 这个激动我们的感情 因为这里面的热心 是感情激动的意思 然后 Pneumat To Pneumati 感情激动是被动的形式 所以 被圣灵感情激动 然后 侍奉主 这个侍奉的动词的 这个形态呢 是一般式的 就是常态的 也就是说 中文和合本 故意翻成 常常服侍主 侍奉主 也就是常态 一般化的这种概念 所以整体的句子 是什么意思呢 就我们 不要懒散了 我们的热情 或者热气 要被圣灵 感情激动 常常带着这个火热的 这里面 Zell 或者英文的Zell 就是火热 热情 感情激动 要侍奉主 热气 不烂散了我们的热气 被圣灵常常激动 来侍奉主 这样的意思 所以 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这里面 保罗在教导我们基督徒 的责任的时候 这里面要谈到 中心点 是要侍奉主 如何侍奉主呢 就是不要懒散了 我们的热情 不要散漫了 我们的热气 要常常被圣灵 激动 保持这种感情上的热情 然后去侍奉主 这样的意思就相对比 和和本更直白一点 更直白贴切 因为隐情不可懒惰 这个到底是指我们工作 生活隐情不可懒惰呢 还是怎么样 然后心灵火热 常常侍奉主 翻译成心理 就像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敬拜 原文理化 更贴切的翻译是 按着心 按着圣 靠着圣灵 按着真理来礼拜 对不对 那这里面 这个心灵 比起我们内心的态度 更强调的是圣灵 强调了我们的热情火热 是借着圣灵 源头 所以在这里面说 热气不懒散 被圣灵感动 以至于我们 保持那种 侍奉主的一种状态 当然 从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开始 我们谈到了这种侍奉 理所当然的侍奉 圣洁的 蒙神悦纳的 可喜悦的侍奉 这个不是指 天主教里面的神职人员 什么教皇也好 书记主教也好 神父也好 这个司祭也好 更也不是单指 基督教里面的长职 牧师 长老 职士 传道人 父牧师等等 这是指所有 信主的人 因此保罗一开始 就是 所以弟兄们 就是所有前面一章到十一章里面 经历这样救恩的基督徒们 包含着男性基督徒和女性基督徒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 以神的恩赐 以神的恩典 劝你们应当这样侍奉 所以所有基督徒侍奉上帝 侍奉三一上帝 这是所有基督徒作为蒙恩 经历了这样的福音的恩典 之后应该有的 理所当然的 合理的生活 因此我们常常说 生活就是礼拜 这个概念和我们主日崇拜聚会不一样 主日崇拜聚会 我们拥有一定的秩序 拥有一定的规矩 我们有唱诗歌 我们有祷告 我们有奉献 我们有讲道等等 这是崇拜 但是礼拜是更广泛的概念 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过去的天主教神学 我们中国的教会 大部分多少都受天主教神学影响 把人的生活分为圣和俗 那教会里面跟信仰直接有关系的 传福音 祷告 奉献 服侍 在教会里 侍奉 这样的为圣 但是你在家里面洗碗 务农 工作 人际关系 这个可能就是俗 我们就有这种属灵的关系 割裂了 所以在教会里面 我是侍奉神 忙了生活 我是爱实戒 什么贪恋世俗 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 遇见一个姐妹 问她好久没见了 姐妹最近怎么样 她自己因为见了传道人 她自己先主动的就觉得惨苦 不好意思 最近爱世界了 我这里面这个红色警报就出来了 然后我就跟她谈 怎么讲爱世界 其实我知道 最近务农比较忙 做生意比较忙 我跟她说 姐妹这个忙 本身不是问题 忙把耶稣丢了 忙把耶稣忘了 不爱耶稣了 心里面充满了私欲和贪婪 过一个完全跟上帝没有关系的生活 这个是问题 传道人在教会里忙 一般圣徒可能 我们生活的这个基础的领域不一样 每个领域都应该成为 追随基督做主门徒 当作我们当今的本分和义务 做父母的 做儿女的 做丈夫的 做妻子的 做学生的 做老师的 我们各自生活的每一个领域 都应该成为侍奉 都应该成为分别为圣归给神的 所以 务农或者说工作忙 做生意 本身不是俗 俗的是我们的心 我们没有献给神 牧师如果天天在教会里忙 但是心里面充满了贪欲 所有做的都是因为自私的缘故的话 看似属灵 实际上是非常属事的事情 为什么 他为自私而做 对不对 反而是更严重的伪善 因此呢 在这样的脉络下 我们看 保罗在强调 我们要把整个生活 生命 前面谈到了是一个概论性的 将整个生活都应该 以侍奉主为我们人生的目标 因为我们是被拯救的百姓 就像出埃及记里面 摩西被拆遣到法老那里 对法老三番五次强调的是 容我的百姓去 好让他们侍奉我 这个意思什么 把我的百姓从埃及的压迫 奴役下释放出来 带领他到我所应许的这个地方 或者是西乃山怎么样 去侍奉上帝 救赎的目的不只是让他民族解放 救赎的目的 不只是消极的 只脱离某种束缚捆绑 当然包含这层意思 救赎的目的更有积极的是进入 脱离什么 脱离罪恶的捆绑 我曾被罪恶所捆绑 如今真的在基督里获得自由 但是自由之后 不是站在红海岸边 庆幸 我终于脱离法老的辖制了 我自由了 然后就彷徨了 我该往哪里去 不是的 脱离的目的是进入到侍奉 亚当最初堕落 也是因为不再侍奉上帝了 不再遵循上帝的话了 不再依靠按着他被造的 神儿子的身份 王子的身份去侍奉 这位至高的神了 开始追随自己内在的声音 自己的价值观 自己的观念 脱离神的关系 过一个自我主宰的人生 这个叫做堕落 罪或者说背叛 对不对 他本来的状态 应该是和神之间 有个正常的关系 正常的秩序 在神的里面 享受生命本身 然后他的生活本身 就是一种与神同行 与神同在 他的生活 所有的领域就是乐园 以马内利 所有的领域 就应该作为王子 完全过一个神人同行的 这样的生活 这是理想的 但是他堕落了 堕落的原因是 他试图偏离神 离开神 过一种自主的生活 不在乎他务农 因为上帝也吩咐他 生养众多 变满地面 治理这地 他被造的之后 安排他的工作 本身已经包含了工作 问题是 他的工作性质变了 过去是侍奉神 现在变成了 那种跟神没有关系 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 所以基督来了 是要恢复我们 原初被造实的 那个目的 让我们继续 恢复我们 侍奉神的这种生活 所以侍奉不是 狭隘的执事 神学生 或者是长老 牧师 侍奉 侍奉是所有 真的 蒙恩得救的 认识神恩典的 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 作为儿子 甘心乐意地 在神家当中 去侍奉他 包括我们平时 生活当中 所接触的 一切的人事物 一切的本分 都应该成为侍奉 问题是 我们在日识上 应该带着 这样的意识 把我的生活 分辨为圣 归给神 我的生命 已经属基督了 因为上帝 用基督的血 买了 我们归给他 我们不再属自己了 但是我的生活内容 目标等等 这个性质本身 是不是也愿意 意识到 这个 我的人生 不再属我 我应该 甘心乐意地 把我的整个人生 以上帝 作为我的 侍奉的终极对象 目标 虽然我眼前 也有主人牧师 也有这个 我单位的老板 我学校 我家里要 照顾的父母 孩子等等 我们侍奉 在地上 社会性的 这种关系 并没有抹杀掉 反而我们知道 这一切都是上帝 给我们设定的 各种人际关系 各种功能 各种才干 因此我们如何 在各样的位置上 和关系当中去 侍奉这位 这样安排 这样护理 这样计划的上帝呢 所以这种认识 和意识上的改变很重要 可能一开始 我们不太适应 因为我们 已经活30多年了 40多年 50多年 60多年 已经骨子里面 习惯了那种 没有上帝这种概念 就这么生活了 就自然这么活着 大家都那么活 我也这么活 甚至这个 我自己赋予了 这些事物 本身的一些价值等等 因此突然 要让我心意更新 让我按照圣经的教导 去看待这些事 会感到 有一些违和感 所以圣经教导 我们是 不要效法 是我们主观上 带着意识 就是开始 照着圣经教导的 那种思考方式 去思考 不再追随 以前的 那个 今世的 那些观念 去生活 所以这样的过程 当中 不断地 我们的心意 被改变 心窍被 习练的通胀 我们才能够 这个思考方式 本身被分别为圣 照着 与神一致的 这样的方法 去思考 所以在这样的 基础下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 然后我们对上帝 也应该抱着这样的态度 所以这里面 前面谈到了 教会内部肢体之间的关系 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这个基础 都是因为神的救恩 因为对神的认识 你对神的爱 愿意为神给上帝 照着神的心意去生活 如果我们不爱神的话 神的命令 对我们是负担 如果我们不爱神的话 神的命令 就对我们的生活 私人生活一种侵犯 你觉得这个 给你带了很大的不便 为什么总要要求 如果你认神爱神的话 你就知道 祂的旨意是美善的 祂的心意是良善的 我除非我的生活 和祂的旨意一致 不然的话 这个生活就是 不是正常 应该有的善的生活 所以除非我们 先认识这位主 不然的话 祂所有的命令 就成为我们的 重担和恶 所以所有顺从神 话语的人 应该抱着 对神的认识 和对祂的爱 甘心乐意地去顺从 这样的话 就是信仰越来越 喜乐和自由 虽然有的时候 我们和自己的私欲 自己的败坏的个性 或者世界上的一些价值 去征战的时候 要顺从神的时候 不是那么都是 轻车熟路地去胜过 而是经过挣扎 那种痛苦付代价 可能会有些苦恼 但是这种苦恼是善的 好的 不断地靠着圣灵 支死我们身体的恶行 旧的欲望等等 那这种挣扎是必要的 因为我们毕竟是在这种 已然未然的张力当中 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 但是还没有完全被更新和改变 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会有这样 因此呢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学习弟兄姐妹之间 如何彼此相爱服侍 互相认证对方的价值 学习尊重对方 亲近对方 像真正的家人一样 虽然我们血缘上 这个近的血缘上没有关系 远的血缘 大家都是亚当的孩子 都是诺亚家的孩子 都是上帝所造的 神的行业 但是在这里面 进一步又说到 要不懒散 要热切 那个热切的心 那个乐意侍奉主的心 如果我们再次回到 出埃及记的话 那些刚经历的红海 大的事件 看了实在 把他们从埃及当中 释放出来的 以色列百姓 他们的那个感恩 那种冲击 视觉上的 是吧 现在我们说四地电影 几地 我是没有体验过 邀请他去体验 他死活都不干 我说人生活着嘛 有些事情不是犯罪的话 应该体验嘛 年轻人都一样 别整天活得苦哈哈的 适当地去体验一下 然后就是那种四地 又被震撼 升觉 视觉 甚至下雨等等 以色列百姓是 可能五地六地 直接身临其境 对不对 那个视觉的冲击 多么大 那个时候人心里面 对上帝恩典 救赎的大作为 嗅觉上 视觉上 感官上 那种精神上的冲击 是相当大的 所以他们在海边上 在这个米利岸的带领下 发生那种几百万人 一起来敲锣打鼓 赞美神那种 那种光景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吧 那个是真实的 对不对 亲自刚经历的这样的救恩 他们有多么感恩呢 我们在埃及的那个痛苦 法老如何苦待我们 上帝竟然为我们 实行这样的拯救 他们多感恩呢 多么愿意 我愿意为你活呀 这种热忱 因着经历神恩典 上帝借着耶稣 刚赦免我的罪 我刚悔改的时候 那个过去人生当中 没有方向感 痛苦绝望 然后罪恶的重担 经过耶稣基督 宝血的救赎 心里面得到释放 然后得到上帝爱的接纳 那种感动 有多么真实啊 主啊 原来你的福音 这么宝贵 这么真实 其实这个世界上 没有别的 我也满足了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的本性 就是堕落后的人的本性 就是容易淡忘 这种感觉 这种被恩典感动的 这种状态 常常会变得淡化 所以用加尔文的话 加尔文牧师的话 就是我们的肉体 如同蠢驴啊 一直懒惰 所以需要一直的这种刺 去踢它 去催鼻它 去激励它 所以就是这样 我们容易忘记 我们的责任 我们容易忘记 上帝曾经给我们恩典 所以这里面保罗说 不要拦散了 你们的热忱 我们的这个心我 我真是苦啊 我的里面的心我 重生的 我里面的 我是愿意爱神的 但是我 肉体当中 还有救我嘛 总是扯我的后腿 让我变得这个热情 散 拦散 所以保罗说 不要拦散了我们的这种热忱啊 所以可见我们这种热忱不会自然而然去维持 需要保持啊 需要付代价 唯有心灵里面火热才能够矫正我们这种惰性 没有对主的这种恩典的鲜活的热气的体验的话 我们所有的信仰的义务将都成为律法主义的 或者是那种修道主义的那种那种锦欲主义的那种苦哈哈的恶啊 哎呀我是基督徒所以不得不讲 当然有的时候需要讲 因为即便没有恩典的时候 悟性当中知道自己不应该犯着罪 也应该截止自己 不能说哎呦我反正我里面没有感动 那做了就做了不 悟性当中我们头脑当中理性当中知道不应该做 有的时候我们就要用这种理性约束我们一些泛滥的私欲或者情欲 需要节制 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过信仰生活太过于这种苦了 我悟性当中知道我应该尽本分 但是我心里面缺乏那种热情和感动啊 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要留意 不要懒散了我们的热情 要勉励 那如何勉励呢 他也提供了这个源头啊 这里面说要被圣灵这个感情激动 被圣灵激励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保持对信仰持续的热忱 不是出于我们自身 乃是需要那个应许的另一位保会师圣灵 基督已经带着他复活的身体升到天上 坐在父的右边了 按照他的人性来说 他不是无所不在的 他坐在父的右边 按照他的人性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在父的右边 没有在地上 但是他赐的另一位保随时 借着复活的灵 圣灵却与我们同在 住在我们中间 所以我们说三位一体 上帝是透过圣灵 借着圣灵住在我们中间 我们经历到以马内利那个实际 那个使基督复活的那个灵 基督的灵 或者神的灵在我们中间 我们之所以能说 耶稣在我们心里 不是凭着他的人性 而是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因为耶稣在父的右边 圣灿的时候 也不是耶稣的身体 灵格在圣灿当中 因为在父的右边 那在这里面 圣灵在我们里面 作为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 在肉身当中与门徒 与教会同在的时候 我亲自看顾了他们 教导他们 保护了他们 牧养了他们 但是基督复活升天之前 应许圣灵另一位保随师 与你们永远同在 不离开你们 将我所说的话要教导你们 使你们想起我所说的话 然后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圣灵成为我们的另一位训会师 与我们同在的 延续着耶稣曾经在地上所做的工作 虽然不是上十字架那个书 而是持续地把耶稣 所完成的救赎的恩典分配给我们 然后带领我们 兼顾我们 安慰我们 甚至在我们里面催促 激励我们去祷告 所以有的是我们会懈怠 会懒弱 因为我们太多的时候 注目这个外在的世界 外面充满了不公益 罪恶 令人灰心的事情 我们自己里面又有很多 这个软弱 欲望的冲动 然后看到自己这种软弱 和不乐观的光景 又感到自己沮丧等等 如果没有圣灵持续在我们里面 帮助我们的话 没有人能够走到底 上帝不是说 把我们从地狱的坑里捞出来 把我们放在地狱坑的旁边 等我们喘息喘息 缓过来劲 好了 天国在那边 去吧 我们天国见 拜拜 然后我们就给我们指明方向 让我们自己走向回家的路程 不是这样 他乃是拆遣圣灵 然后赐下圣经 做我们外在的信仰的原理 指路 我们如何行 如何信 指南的这个智慧 救恩的智慧的知识 圣经 然后里面内在 与我们同在 安慰鼓励光照 引导我们的那位圣灵 确保我们不至于最终迷失 直到坚忍到 回到天家为止 所以上帝没有 像耶稣所说的 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 因此今天我们软弱 某种情况 按照我们的本性来说 是正常的 但是我们不可忘记 我软弱 就像前一段时间 因为我在一个学校里 还教课 教本科的系统神学 导论 有个同学问 我们谈到那个 做神学的内在原理 谈到了祷告 信心和圣灵 他就问了问题 那我们常常软弱 如何如何 那有的时候 这个又常常犯罪 那圣灵是不是就离开我们了 如果那样的话 我们早晨可能有得救的确信 晚间因为看到自己失败 就会心可能就又成为地狱之子了 关键圣灵与我们同在 不离开我们 不是凭借着我们信仰的状态 而是凭借着基督的忠宝 基督的献祭 基督换得的救恩的果效 是把生命的灵 圣灵赐给我们 因着基督的代数 他将圣灵赐给我们 这是约翰福音16章15章14章里面谈到的 基督论的圣灵论 所以虽然我们不配 但是我们靠着基督 借着信心 我们承受圣灵作为基业的平均 或者圣灵本身就是 上帝救恩的最大的赏赐 上帝将他自己赐给我们 圣灵赐给我们 所以因此呢 基督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 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其中一个作用 他就知道我们的软弱 让圣灵常常看顾我们 甚至我们没有意识到 自己所处的光景的时候 圣灵都知道嘛 他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的神嘛 他就带领我们 引导我们 激励我们 提醒我们 甚至教导我们 如何为我们的处境祷告 有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里面 提醒我们要遇到的一些危机 感到莫名其妙的忧虑等等 对一些事情有一些洞见 包括感动我们 想起上帝曾经在圣经里面 教导我们的话等等 来兼顾我们来引导我们 所以圣灵持续在我们里面很重要 这个持续在我们里面 不是凭着我们去持守 他才持续在我们里面 我稍微放松了 圣灵就像清气球一撒手 就又飘回天国了 不是这样的 他是基于基督的救恩 凭着预约给我们的 这个预约是借着血 基督的血 这个作为基础 才赏赐给我们圣灵 我们只是凭着应许的信心来接诺 接上凭着信凭着福音 加勒泰书里面四章说 无值得的加勒泰人 你们到底什么诱惑了你们的信 使你们这么快转离福音 你们领受福音是因为守律法呢 受割礼呢 还是因为听信福音呢 领受圣灵是因为听信福音 听信 所以以弗所书一章里面 十二节十三节说 因听了这真理道就信了基督 于是就领受了圣灵做你们的基业的制 凭据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圣灵在我们里面很重要 这是凭着基督的恩典赐给我们的 只要你笃心不移的信靠基督 相信圣经里面的应许 不管你里面有没有饱腹感 但是上帝应许的那个圣灵就在你里面了 第二很重要的 不管是圣灵住在我里这个事实 圣灵住在我里面 我们要知道圣灵做什么工作 为什么我们要祷告 其中的原因就是这样 圣灵在我里面是事实不错 但如果我要不隐前的在神的面前祷告的话 我的心就不会火热 因为我们的本性总是那个 倾向就是冷却的过程 所以我们在礼拜当中 在圣徒交通当中 在听道当中 在祷告当中 那个圣灵就在我们里面 给我们加热 让我们心里面不断地去经历祂的恩典 那个话不再是只是记录在字里行间 而是开始深处动我们心的神的活泼的话 那个话再不是某某人口里宣讲出来的某种演讲 稿和词而已 而是真的打动我心灵的话 那个小组里面彼此分享的那个话 不再是某某人做他自己见证 而是真的从圣经里面 说用自己语言所表述的那个真理恩典的传递 彼此开始眺望激励 产生果效的就是圣灵 所以大家要常常实施 谨行祷告的原因也在于此 默想圣经 领受圣餐 圣徒相交 礼拜听道 都是谋恩的途径 都是可以经历体会到神恩典的 这样的手段和方式 这是上帝祝福我们的方式 还有一个就是祷告 在祷告当中 我们去无论是带着自己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是现实的问题 或者自己内在的挣扎等等 悔改也好 依靠也好 求神的帮助也好等等 这样祷告的时候 你就经历到那个看不见的神 在你心里面做工 让你确信他的真实 确信他的爱 我们一直在查考周五晚上查考诗篇吗 那些诗人其实你说他们是 这伟大的圣徒吗 我们看他的祷告词那么美 他们的灵性那么美 但是换句话说 他们是非常真实软弱的圣徒 他们有的时候激动的时候 甚至去咒诅他们的敌人 对不对 这表现了他真实的人性 在那个处境当中 他真实的反应 但是祷告祷告 你发现他开始赞美神 他就被神扭转 他的心就被圣灵感动 开始意识到神的荣耀 神的计划 然后就开始发现自己的罪物 就开始悔改 然后又开始为那些害他的仇敌 所谓的不敬钱的恶人也好 为他们祷告 愿他们也称颂你归向你敬拜你等等 那种一个在祷告当中 一开始以叹息呼求咒诅 然后后来变成悔改 饶恕思想主的恩典 又开始悔改 求神的饶恕 然后又开始为仇敌祷告 这样的人生旅程 是他们在礼拜当中 在祷告当中发生的变化 所以不是因为我们属灵 我们才祷告 是因为我们非常软弱 在祷告当中 我们被改变 被提升 超越我们自身的局限 所以弟兄姊妹 为什么大家要常常祷告 不是因为我们基督徒 不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好了 既然是基督徒 你就必须祷告 你必须传道 你必须来教会 你必须这个 不错都是我们的义务 但是不是为了一一的check 就是尽每个本分 我今天做了这个 然后就满足了 而是我真的需要恩典 我真的需要聚会 离开聚会的话 我就感觉到我离神很远 离开读经 我就感觉不到神的这个恩典 我需要这些 上帝给我们了一些 让我们在基督里 持续领受祂恩典 持续兼顾成长 的一些辅助性的恩典的手段 上帝不需要这些 我们需要 所以上帝就给我装备了这些 持续供应我们恩典的这些方式 然后我们定期的 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我父亲以前酗酒很厉害的 就是我可能从小有那种抽象的 那种思考力吧 我用他 看他的人生轨迹 每一天的人生轨迹 就好比一个公交车 一天挨个站点去停 走到那停 那个公交站点换成加油站 加油站里面灌的都是酒精 所以他人酒精中毒到一定程度 我这个意思不是修我父亲 我是给大家提醒一个 要讲个例话 那他就转了转了 等酒精中毒到一定程度的人 他就根本没心思工作了 总想着喝酒 然后一天喝几斤酒都计算不了 走到这个 我家里面 我母亲是这个反 像林泽徐式的 这个要反烟 反酒的这个 极毒的警察一样 我爸爸就是这个小偷一样 一个是警察抓 一个是反 反抓的那样 然后每一个他所经过的那个站点 平时好像工作 要处理的日常事物的 每一个角落里面 都藏着他的私货 走到那跟前 其实不是为了工作 去续命 去喝一口 所以我当时就发现 他的人生就像那个 城市的公交车 走到那停一下 然后加一点油 加油站 就循环 一天就没有别的 后来虽然信主了 间歇性的被移植 后来是记了 什么意思呢 我们基督徒的人生 其实就这样 我们生活每一天都礼拜 当然好 但是问题是不可能 大家每一天要处理一些 神让我们处理的生活工作 照顾孩子 做饭 上班 收拾卫生 还要上学 还要照顾老人等等 还要上班 做生意等等 那怎么办 需要这种像加油站的 停下来 加油的这样的 礼拜就是这样 我们定下来的礼拜 周三 我们一起来学习 基督教里面 精髓的福音 基督教要应 周五 我们停下来 安静 让专注祷告 祈求神给我恩典 周日 我们共同来礼拜神 然后圣徒之间 彼此相交等等 这样定期的停下来 使我疲惫的心灵 可以稍微得到恢复 这样的话 这个点 又像那个 房屋的那些柱子一样 房屋四角 现在我们旁边 有这个乐天的 这个物流中心建设 大家都看了 基础建了 可能一年多没建 最近这个起来 地面上的建筑很快 那它都有框架那种结构 钢筋水凝土框架 那个框架支撑着 它的整个建筑的结构 每个柱子 就像我们每一次聚会一样 我们的整个人生 都是靠着这些支撑的 在每一个柱子里面 吸取上帝的恩典 虽然我软弱 但是疲惫 有的是不想 对不对 不想聚会 那去了 今天稍微就是好一点了 或者甚至就是 被神唤醒 开始重新得力了 然后你要没有这样的话 就持续在那种 第一潮里面 所以上帝给我们 设立了很多这种加油站 每一次的聚会 圣徒之间的相交 是我们所需要的 用来维持我们 不至于懒散 用于不断地去激励我们 那牧师的讲道一样 有时候圣灵刺下刀 讲道是温柔的 去触摸 安慰我们受伤的心灵 鼓励我们灰心和沮丧 有的时候会像大锤一样 重砸在我们刚硬的心 然后使那些束缚 捆绑我们的锁链被砸烂 砸开 有的时候像火一样 燃烧我们里面 一切荆棘杂草 上帝用于照顾他百姓 喂养他百姓 不吃他百姓 使他们以至于心里面 不断火热 保持对上帝 应该有的那种状态 上帝赐下了很多的恩典 实质性做工的是圣灵 外在的方法手段有很多 所以弟兄姊妹 要心里火热 这是个命令 但是这句话里面 实际也给我们提供了方法 那个使我们 持续激动我们 保持这种 Zell的 果效的 不懒散的 做工的那位就是圣灵 那怎么办 我刚才也提到了什么礼拜 那种蒙恩的手段 让圣灵在我们身上 做工的手段 祷告啊等等 以至于我们才能够 持续地保持这种 火热的心去侍奉主 我们人的本性都这样 经历过神恩典的 所有的弟兄姐妹 都应该有这样的体会 有的时候我们 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 对主的那种同在 对主的恩典那个内心当中 是非常有清晰和强烈的 那种感受的 我知道我是基督徒 我愿意为主 那种胜过罪恶的力量 也很清晰 有些时候胜过一些罪 很轻松 但有的时候就特别低潮 然后心里知道我是基督徒 我当今的本分 但是心里面没有力量 悟性当中知道 但是心里面缺乏那种力量 要克服这个罪 我得用尽浑身的力气 去抵挡拒绝它 很辛苦的才能拒绝它 所以上帝让我们 常常亲近它 无论是礼拜也好 圣经学习也好 或者是祷告会也好 让我们圣徒彼此相交也好 激励我们 圣灵在我们里面 就给我们力量 运行在众圣徒之间 以至于我们能够保持 时刻的警醒 胜过罪恶 最近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件 去年已经发生 大家知道萨加利亚 美国一个电视的护教 有名的那个大使 护教的一位牧师 他写了一本书 其实他那个书 也翻译成中文了 好像在后面也有 大家有时间看 萨加利亚 他就犯了性方面的错误 谁能想到呢 我是作为传道人 我在刚做传道人 初期的时候 我身边发生了一个事情 有一个传道人 未婚同屈 然后怀孕 孩子死掉了 当时给我很大的冲击 我就想到了大卫 那个时候属灵 一切就想到大卫了 我说的负面的属灵 自嘲的那个属灵 然后一切想到大卫了 就特别紧 那时候我和师母 出了一下那个时候 给我当一个锤子 就一个警醒警告 然后最近呢 又听到那个事情 然后最近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也是一位非常尊敬的牧者 也类似的 但是不像那个前两者那么严重 但是也类似的 被人误解为 但是他自身也 也出现了一些 这个给人把柄的 这样的时候 所以当时给我 那么老的人 萨加利亚多大岁数了 是吧 那么老的男人 他就算他身体不行 他心里面还有这种试探 最近发生一个事情 也是老人 七十左右岁的人 那我现在正四十五岁的时候 后来我就回到家里 我说以后到哪儿讲课 无论怎么地 第一个条件 必须同行一块 以前我是不在乎这个戒指 我讨厌七十七八十年代人 很多流行戴戒指 我是受不了 这个好像有点娘 戴戒指 那个时候以前那个 不知道小明记不记得 可能那个年代 李敏应该知道 那个年代人这个用铜什么壁子打 没有钱也是打那个戒指戴着 好像挺美的样子 我们那个地区是那样 东北地区 我就特别讨厌戴 然后后来结婚了以后 也是不太在乎这个 虽然知道结婚戒指 但是后来发现 这个东西是好东西 就是第一 就是贴个标签嘛 我已经结婚了 就避免别人那个落入试探 第二 也是个警示牌 提醒自己 我是个结婚的男人 带上个紧箍咒的意思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人什么时候软弱不好说 我们需要一些安全装置 我为什么讲这个 人性我愿意和我能是两回事 彼得说我愿意为你死 我绝对相信彼得有这样的心智 但是他不知道自己的软弱 祷告的时候就在科西马尼远 耶稣在那儿警醒祷告 你们与我一同警醒 这三个老兄弟就在那儿躺着睡觉 睡着了 根本没有那种危机感 也没有警醒祷告 结果遇到试炼的时候 耶稣被抓的时候 曾经的那种心智和实际能胜过是两回事 结果就跌倒了 后来就自己后悔了 懊悔 耶稣早就跟他说 等你回转的时候去安慰弟兄 所以他才劝勉弟兄姊妹 彼得前后书里面说 所以弟兄你们要警醒 因为我们仇敌如同吼嚼的石子遍地 由于寻找可吞吃的人 所以要自卑在主的面前 依靠主 对不对 他为什么讲这样的话 自己经历过了 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愿意 我们的心智是一回事 和我们能是另一回事 我们的本性里面是充满了这种 让我们容易懈怠散漫的 这种肉体的堕落的败坏性 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安全装置 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劝勉和提醒 然后固定的这种礼拜和聚会 虽然有的时候 礼拜聚会可能也没意思 挺枯燥的 但是没有这个 就像我们没有 有的时候胃口不好 天变热了 吃饭的时候不愿吃 但是你还要吃 为什么 不吃身体就有问题 三餐要坚持吃 即便是逆了也要坚持吃 所以弟兄姊妹 心里火热 常常扶持主 是避免我们不懒散 靠着圣灵 时常点燃我们心里面 对神的那种火热的爱 以至于经常保持 侍奉的这种意识 去活在主的面前 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和劝勉 那这里面不只是提醒了 我们应该做什么 而且给我们提供了方式和源头 是靠着圣灵 圣灵是我们的 那我也补充了 就是外在的一些 上帝设定的礼拜 什么默想 祷告 是我们让圣灵在我们里面 心里面 瞧望我们爱神的火 我们的心思倾向于散漫 平时专注于这个 眼前的责任本分 心就被它占据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些心思 集中在主的面前 思想它的恩典 来激化我们 激励我们 我们体会到它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才把目光又重新转向 这个思念天上的事 不思念地上的事情 所以在这种张力下 我们还没有进入神应许之地 但是向着这个真正的家乡 板乡的大军当中 如何克服路上的那个 那个美女的招手 花草的吸引 使我们偏离回家的路呢 唯一的就是 一起朝圣的人 彼此去劝勉提醒 让我们不断地思想 我们终极的目标是 那个真正的家乡 我们是客旅 是寄居的 不然的话 我们就把自己当成 坐地炮 拥有永住权的这样的人士 把这个地上当作 我们最终极的目标 和终极的追求 所以愿神祝福大家 盼望我们能够彼此勉励 一同在主的面前 善用上帝赐给我们的 蒙恩的手段 让圣灵在我里面 不断地眺望我们 使我们能够以至于 保持着这种持续的火热 去侍奉他 去爱他 无论我们做什么 我们都应该成为一个 侍奉神的人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盛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众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